在这样下去,广东很多生育人都要到外地去发展了 很多人认今年的广东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只能说倦,非常的倦 不拿别的来说,就拿我们身边的小家工厂来说 今年好多老板的订单都一再压缩又压缩 很多工厂除了去人工和成本基本刚刚够维持开支 有一些工厂的话还面临着倒闭的那种危险 很多大企业是熬过去了,但是有很多小企业的话还在熬一熬 甚至很多小型家工厂的能裁员的已经裁员 然后今年听他们说要提前一个多月一个月左右放假过年 其实对我们这种普通家庭的人来说能赚一分是一分 因为生活要开支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我的妈呀,真的是惊掉我下巴了 惠州的房价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今天不是冬至吗? 不仅温度三度,连开发商的心直接是零下三度 他万万没有想到曾经高贵的错误 多么的不可一世 如今的身躯就有多狼狈 这次不带玩虚的,开发商也是很无奈的把他那光亮的大镰刀伸向了咱普通大众 23万还给你整了个装修 你敢相信吗? 折算下来才4000年底了,好戏才刚刚开始 天气冷人好少啊 有些店铺也不开啊 难哦 好多店铺都不营业啊 这种话就是结架日后的周末人才多一点啊 而且现在天气太冷了 难搞啊,那么傻 啊 也准备跨年了 也到元旦了 那时候人多 看 这下来这里有个越昌新越市啊 还是什么 流动摆摊呢 好啊 又不用交摊住啊 有些啊 还是缺金少量的那些老板啊 鑽咯那种啊 天气更冷的是 现在市场整理环境 我有很多客户的工厂都倒闭了 也有很多小店铺啊 老板经营不下去了 关门了 现在大家都在累紧裤袋过日子啊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 发现路边摆地摊的越来越多了 证明大家现在日子都不好过了呀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近期 中国官方提出了一份 针对网络游戏行业的新规草案 以征集公众意见 资深媒体人 位于台北的石板明夫通过文章指出 该政策可能会导致中国游戏行业的衰落 并可能对中国经济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在12月22日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宣布了 网络游戏管理办法的意见征集工作 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规 其中包括 禁止设置诱导用户登录 手冲、连续充值等奖励机制 实行用户充值上限 以及要求使用10名字的数字人民币钱包 进行游戏货币的交易 石板明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中国游戏行业可能因此很快走到尽头 中国游戏产业的未来可能会分化为两种情况 大型企业遵守新规 可能会迅速上市国际竞争力 小型公司可能会通过灰色手段诱导用户充值 这将导致许多纠纷和欺诈行为他评价到 这份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的发布 直接影响了中国游戏巨头的市值 通讯的股价在香港市场因声下跌12.4% 市值蒸发约435亿美元 网易的股价也大幅下跌24.6% 市值损失了大约147亿美元 上海的一位咨询行业高管 张萧萧向国内媒体表示 此次新规对游戏行业的运营和处置进行了监管和限制 这已经触及到游戏公司核心收入部分 金流和收入受到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而上海混沌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葛卫东 在社交平台上对政府的这一决策表示强烈不满 他质疑道 一边是市场救援 一边却是市场干预 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下 企业如何生存和吸引投资 为何不能提供一个宽松的商业环境 政府为何要如此频繁的干预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节俭成为新常态 最近 中央及地方政府屡次提出要立行节约 强调必须适应紧缩生活 在最近的一次中央财政会议上 紧缩生活这一表述频频被提及 就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 强调了机关单位需要节俭卫民 提高效能 特别是在推行紧缩政策上要有所作为 要建立好完善节俭机制 加强监管和执行力度 这将省委在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上 省委书记强调机关单位要习惯紧缩生活 必须将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以推动高质量的发展 江苏省也有类似的声音出现 省委组织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级政府 要学会勒紧裤腰带 在福建省 厦门市政府下发了一份通知 强调全市的政府机构和国企要在预算管理上 带头实行紧缩政策 紧缩措施不仅限于暂停不必要的政绩工程 和形象工程 还包括对城市基建项目的严格控制 如新建或修缮的城市道路 在一定年限内禁止挖掘 此外 部门的专项业务费和公用经费都将被要求压缩 且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 青岛的一位退休公务员向媒体透露 当地政府也在倡导紧缩生活 并且有些公务员的薪资被削减了20% 有的单位工资发放延迟 有的地方甚至让公务员向银行贷款发放工资 以此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 专家认为 内需不振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倒退 经济倒退的话 工厂不生产了 楼休不下去了 企业经营出了问题 经济也出了问题 他表示 中共又向左转 跟国际经济开始脱轨 出口持续下降 中国经济内部的动力全部丧失 企业要么跑掉 要么自己关停并转 失业率是居高不下 特别是青年人根本就没法只找工作了 就开始躺平了 不生育不结婚 不恋爱 像这种情况下 所以中国的内需 它只会不断的萎缩 中国目前经济问题 首先是体制性和政策性的问题 其次是结构性的问题 第三个是外部性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叠加在一起 使中国经济已经万劫不复了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